大家好 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1年9月29號 凌晨快一點鐘 那這個放置英雄呢 他應該是在0點做為一個 每日任務的更新 所以我們來看看這個放置英雄 每天有什麼東西可以做 應該算是每日任務 其實烈火戰機也是一樣 所以說剛剛做完一些烈火戰機的每日任務之後 再切回來做這個放置英雄 首先大概就是什麼 煉金工坊吧這個樣子 然後每天的這一個 快速戰鬥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這個掛機資源算是蠻多的 還可以掛到五星的碎片 50個就可以換一隻角色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 玩家的這個等級 玩家等級升級了 升級之後終於可以推主線地圖了 但是因為說因為卡你的玩家等級 所以說 你每天要在那邊抽卡升級 主線的等級 主線的這個難度完全沒有任何的難度 相反的話是在一些其他的機制 才會有一些挑戰的這個樂趣 大概就是像這個東西 什麼深淵模式 然後爬塔 所以說主線的話其實沒有什麼難度 好那反正這邊都可以切出來戰鬥嘛 然後每日任務這樣子 點金也已經領了 然後領去掛網收益 點這隻龍領一下 然後我們的這個快速戰鬥 一定要把它用完 那如果說你要快速升級的話 大概就只能課金喔 課金之後就可以 這個增加快速戰鬥的次數 好這個是主線進度的東西 然後情報 情報的話我大概是會刷 只要有刷到60轉我就會留這樣子 那每天第一次刷新的都會刷出一些 比較好的這個東西 像這個四星的話大概都會選擇啦 那如果說沒有60轉 30轉這個就跳過 然後普通抽我也會跳過 好刷一下 也沒有60轉也沒有普通抽 好換掉 60轉這個有 這個三張競技挑戰券 因為你在市場就買得到 一張券是2萬金幣 金幣不大值錢 所以這個我也會跳過 反正就刷一下 120轉可以留一下 所以我大概會刷這些任務 那至於說這個刷新的道具 一開始可能會感覺欠 可是到後面呢 就一直拿到後大概都沒什麼用完 這個神域使者 我覺得算 這就是你跟這個 怎麼講呢 神的妹子聊天嘛 然後他會有這個好感度 但是這個不知道 就是好像中午的時候 你可以跟他聊聊話 然後提升一些好感度 那他會給你一些東西 大概就是這樣的機制齁 那公會的話呢 每天就會公會試煉嘛 每一款遊戲都是一樣 看你要打哪一隻BOSS 這個BOSS的話是 是火屬性的 所以說你用 你的角色是水屬性的話 就可以打他比較多的傷害 那這個BOSS的話 他是風屬性的 然後這個是光屬性的 也就是說你要用暗屬性的去打他 那我的角色的話呢 嗯...我的角色好像是水屬性的吧 因為我有兩隻水屬性的角色 好這一隻 然後稍微換個陣型 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盾的角色 好 OK 稍等一下 好 我就這樣子開始吧 然後這可以直接跳過 好 試煉完成 然後這個21 這個...好 不知道齁 好 那這樣子呢 公會天賦也可以點了 算是解那個 公會的任務 然後就可以獲得一些 全屬性的加成 所以一定要加入公會 然後也一定要參加 所有大大小小公會的任務 然後每天都會刷新這個貿易飛船 當然這個探寶券不用錢 當然是買啊 然後高級的 這也是一折的 也是一定買 然後遙控骰子 這個官方推薦的 那元素水晶呢 這個... 這個一顆就要1000 等一下喔 看一下 對他一顆就要1000 這個我比較買不下去耶 那... 因為我太久沒有玩放置奇兵 所以我也忘記說到底 這個鑽石應該怎麼用 但是如果說不知道怎麼用的話 存起來我覺得也是OK 因為那個官方有說之後會出 那個什麼心願抽 還是什麼指定抽 所以存鑽石在每一款遊戲來講 應該都是OK的 那另外這個造型券喔 造型券每100 因為他這是... 他這是5張嘛 那5張賣100鑽石 如果說你收集到這個100張券的話 你可以去幫角色換造型 怎麼換呢 我們點角色這個地方 然後他這邊有造型 可以去切換 那換造型可以增加一咪咪的屬性啊 那如果說是這個核心角色的話呢 他的造型就不是用造型券喔 他可能是要用課金才能獲得 但是呢他的那個造型就是會加百分比 那就有差了 就是所謂課金跟不課金的那個差別 然後英雄招募呢 這邊也會有這個更新每天免費的次數 就是每天免費一次啊這樣子 好這個是四星的角色 好那還有什麼東西呢 福利活動 每天簽到齁 那他的簽到牌還蠻有趣的 如果說你今天有儲值的話呢 當日的簽到零齁 就可以再領一次 所以啊我覺得齁 如果說是在 在這一天齁 這個元素水晶價值1000賺嘛 如果在這一天呢 你除個30塊 又或是在這個 第30天簽到的時候 再除個30塊 這個你可以領個兩次 我覺得還算是蠻划算的喔 好活動大使的話 現在還在欣服的這個 我現在還沒有玩一周 第一周是龍機嘛 好像有圍棋三周喔 三周都會送一隻角色吧 那第一周你無課的話 解完所有任務 要獲得一隻龍機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問題喔 哎呦 元素水晶也有送喔 呃 試煉之地完成54是不是 好的 這個是每天應該順順的玩就可以解了 好還有什麼東西 心服慶典 啊這個 這個是試驗是不是 好就打 切出戰鬥 好很方便 然後好友管理 嗯 他這個最多好友可以到100人 真的是還蠻方便的 一般遊戲好像沒有 沒有一開始給你 給你這麼多好友的上限喔 呃 參加三場競技場戰鬥 我們就打 比較可以獲勝的 然後這可以直接跳過 有一些戰鬥是可以直接跳過的 呃 這個看一下喔 我的戰力比較高 但是不一定贏喔 好 哇這個1900的 應該是會輸齁 雖然說他的戰力比我低 不過看到他分數那麼高 就可以知道說他的陣容應該是蠻強的 好所以大概是刷一些你的 那個戰力比你低的這個這個玩家 好這樣子比較穩穩獲得這個這個資源喔 試煉之地 直接掃蕩 烈火戰機也有這個試煉之地喔 欸欸 每日解完100了太好了 然後 我們先把這個該做的事情做完了 看看這樣要花多久時間 現在已經是六分半了 好遠古遺跡這樣子 那這個塔呢 欸這個塔是不是失敗 這個地方齁 這個地方還有那個 好不管失敗還是成功齁 我們就這樣點一下 嗯 這邊 看來今天只推到第三層的七 第七層喔 好我們再繼續挑戰看看 看 啊我上錯角色了 抱歉 因為我換角色這邊要換一下 等一下喔 我是有換角色 好換了一下 戰鬥開始 GO 好記憶回廊 記憶回廊的話難度就越來越高了 好沒關係 這個先跳過 然後現在是冠軍賽是不是 嗯 這個我們來進去看一下喔 然後還要幫人家按讚一下齁 獲得一些金幣 嗯 這個是 喔 每天九點鐘會開始打 那九點鐘開始的時候 這個就必須要守在電腦 應該說守手機上面喔 因為你要在開打的時候呢 當場即時去 去預測說誰贏 然後可以右上方用你的這個籌碼去下注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沒關係齁 那這個要等到今天的九點鐘 那我們看一下還有什麼東西可以解的 這個是每日任務010 英雄的部分喔 英雄的部分應該就是升級了吧 因為掛機會獲得一些資源嘛這樣子 然後隨著你的這個階級啊 他會有等級的上限這樣 好我們就先隨便升一些吧 30級 好升完了 嗯還有什麼事可以做呢 神與使者 還在跟他聊天 七日簽到 今天是我玩的第六天了 喔元素水晶讚喔 元素水晶 然後遠航冒險的話 這個禮包 這個官方是說買一滿嘛 買一滿就買滿吧 這樣子 反正他還有這個高級招募券嘛 買滿之後我們就直接航行十四 咻 看有什麼獎勵勒 這些小獎我覺得不是很重要齁 當然最重要就是你航行十四獲得了這個勇者之陣 那勇者之陣呢這個 算是他開了這個航道啊 你這一次沒有花掉的話 下次可以存著 我覺得可能是未來是要用在這個 這個高級服飾吧 不知道喔 那這一個機制呢 在神魔三國之也是一樣齁 這個高星的角色 再搭配一些其他的裝備啊 服飾啊 還是有的沒有的齁 再加那些特攻齁 強化這個角色的這個攻擊強化非常多喔 好那這個是屬於航道的部分 那剛剛也獲得一些探寶券喔 我們就來探寶一下吧 探寶這個地方齁 我有九張券齁 那就 好吧 探一次吧 好 就沒有什麼東西齁 高級探寶 欸這邊又滿了 哇我獲得很多元素的這個這個 這個核心欸 讚喔 等一下看我要抽什麼角色 這邊我已經打完了 然後心服懸賞令這邊也結束了 那要開始用這個核心嗎 有一點 看一下喔 我們來看一下齁 我現在我應該要升哪些角色 這個是鋼拳女王對不對 升星 他六星的角色還沒有 那我們來看一下齁 這一個是我的這個攻守齁 我已經有一隻六星的肥料了 我還欠 我還欠算是兩隻瘋的角色吧 因為這隻算是本體 是我升九星需要用到的喔 那升到九星之後呢 我就不會再升了 因為這隻角色是屬於 不是核心的角色 他是屬於肥料角色喔 那光暗的話呢 光暗的話是很強勢的 但是他不好抽也不好培養肥料 好 好猶豫喔 嗯 好啦我們 我們都選擇光暗好了齁 這是普通抽 普通抽也有機會中五星喔 但是機率真的是蠻低的 好啦 我們來個元素召喚 我們現在有四顆水晶齁 全部都貢獻在光暗齁 為了這個未來的考慮 希望說這個四顆可以讓我中一隻 核心的五星 五星的那個什麼 呃 光或是暗齁 應該是很難啦 好我們來抽抽看齁 第一顆 唉唷 唉唷 唉唷不錯喔 真的是五星的角色 他是核心的嗎 吊王獵手 他強不強啊 唉唷 唉唷 看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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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讓我揪揪看 唉唷唷新的五星 喔水唷 等一下等一下 哇 他畫好多喔 這什麼 這句話難道是 這個難道是 是兌換碼嗎 不知道喔 算了算了算 等一下 先跳掉 我先來看一下這隻角色是什麼 喔這個是 上限送100抽 但是你要玩10天啊 然後這個是兌換碼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隻角色 4個技能 4個技能 是核心的角色嗎 看一下喔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技能是什麼 呃 對一列目標造成破甲 蛤 破甲喔 好 然後這個 這個詛咒 8盾死亡會對所有敵人 復仇造成攻擊跟傷害 並且詛咒敵人 喔 他死掉之後會詛咒全體敵人喔 嗯 難道是限技流嗎 那每一個角色都會有這個 算是被動增加自己攻擊力 生命力的這個技能 所以這個都一樣 在失去 在勵禁之後 在勵禁失去之後會越來越強 普通攻擊會詛咒目標 當使用怒系技能之後 可額外對目標造成治癒減弱 我看起來這隻角色普普通通耶 如果說以暗屬性的角色 我不覺得他是核心的角色 看他的那個技能說明 難道真的是打限技流嗎 我覺得 看一下喔 暗系的角色的話 我覺得我比較常看到的是這一隻 畢竟大招是全體暈眩 然後又有詛咒 另外這隻角色也是蠻常看到的 驅逐該單位 對啊 驅逐這也是很強啊 等於說那隻角色 他就被放逐掉 一回合不能使用 我們都知道說 這個建議遠征啊 蝴蝶啊 這個放逐掉敵人 然後這個福克斯 用棺材把人家關起來 這些都算是蠻強悍的角色 的那個技能 好不容易抽到一隻 這個暗系的五星角色 他大概是作為這個 其他基底的肥料吧 但是沒關係喔 至少抽到之後呢 嗯 有點信心 哇這個十抽沒有中一個五星的 虧啦虧啦 好沒關係齁 那我們再繼續元素召喚齁 我們再繼續召喚 咦這什麼東西 喔可以升五星的喔 這個蠻牛之靈物好像沒有升過耶 好升一下升一下 第一次升到五星的話 應該這個 嗯啊星輝聖殿沒有是不是 好沒關係沒關係 我們再繼續抽吧 看可不可以抽出一些這個 四五星的暗系核心角色 好選擇這個暗光暗角色 來吧再繼續抽 咦咦沒有齁 然後如果說你是抽這個光 呃說錯了水 水火風三系的話 你抽到的這個四星肥料呢 都是直接30個碎片喔 可是光暗的話就比較稀有 所以你抽到的大部分都是15碎片 但是也有機會30碎片啦 這個就是運氣運氣齁 好然後我還剩下這個四顆齁 好有信心繼續抽 啊這個是這個是新手的角色啦 新手角色這隻有送啦 他這個怎麼講呢 你牽到七天之後 你一定會有足夠的基底 讓他升到這個這個九星喔 所以我們就再來吧 哇沒有了再來 啊又沒有了 是不是最後一顆了 好最後一顆了 拜託 啊沒有齁都是肥料 所以很難啊 你要抽到核心的角色很難 但是至少齁 他有保底的這個 這個核心的這個 這個叫什麼東西 元素徽章喔 我們來看一下齁 哇 換一隻角色要45喔 所以 難道就是要你慢慢抽嗎 45個換一個裁決者喔 好吧 那就沒關係齁 反正這是放置英雄 真的是很放置喔 你如果不花錢的話 你就是真的要放置玩很久 好這樣子 東核西核之後呢 就升一下吧 欸他可以升星了嘛對不對 任意的四隻角色 哇這隻算是核心的光 光屬性的角色欸 所以我先不要合齁 好 那就暫時不強化上去了 好吧 那就應該是沒有什麼其他的事情齁 也玩了大概十幾分鐘了 今天應該是該做的事情都做完了 無盡深淵對啊 也應該打不贏了齁 因為我剛剛我也沒有升什麼 什麼角色的強度 所以我目前的陣容 並沒有太大的改變 好 那今天的這個工作就做完了 那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現在見 掰掰